Airbnb公布了财报数据 获利的数字大于想象 净利润3.79亿美元 这是Airbnb史上在第二季最高的获利数字 各位朋友朋友好 欢迎来到美股最前线网民来推荐 我是Gary 随着全球热门旅游地区 陆续放宽这个疫情管控的措施 民众出游的热情逐步持续回温 萤幕面前的各位 请你问问自己 多久没有透过Airbnb第一间民宿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前几天Airbnb公布了财报数据之后 市场猛然惊觉获利的数字大于想象 未来这样的一个势头 是否能够延续下去呢 在看到Airbnb的财报内容之前 还是先来检查 目前Airbnb在独家的技术分析评分系统 能得多少分 今年以来受到高通帐与加息的 总体逆风环境的影响之下 Airbnb的股价表现落后大弹许多 使得它目前的一个技术评分还是复苏 不过各位也能够发现 其实Airbnb已经从近期它的一个股价低点 反弹了将近30个百分点 而这也不免让人兴起未来旅游业持续复苏 后疫情时代的一个旅游将进一步来到人们所怀念的正常水准 那么也让我们来对Airbnb这家公司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Airbnb成立于2008年 后续业务的持续发展与并购其他公司 在2020年的12月于纳斯达克公开上市 相信有住过Airbnb的各位应该对于他们的业务内容不陌生 就是透过他们的线上平台去媒合目前手上有空置的房间 或房屋的屋主以及想要住宿的房客 这也可以算是之前共享经济的一个始祖 目前在全球191个国家 10万个城市当中有400万名的房东 并且超过300万笔的房源 不管你想住的是公寓、别墅、城堡或者是宿屋 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时代周刊也称它为住房平台当中的eBay Airbnb的股票代号也相当容易记事 股票板块理所当然视为循环消费 毕竟我们民众在景气好的时候才会多多出外旅行嘛 而它下面细分的产业则视为旅游服务业 目前在纳斯达克的一个总交易市值高达732亿美元 被澄清归类为所谓的大型成长股 接着我们就来看到Airbnb最近所公布台报的一个重点 可以看到Airbnb的一个营收是来到了21亿美元 这部分其实是跟市场预期的差不多 如果用年成长率来看的话 则是来到了58个百分点 由于Airbnb他们的一个业务内容跟旅游有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疫情之前来做一个相比 也就是在2019年第二季的时候相比 营收是足足成长了73个百分点 而如果看到净利润的部分呢 则是来到了3.79亿美元 各位要知道这是Airbnb史上在第二季最高的获利数字啊 如果同样跟2019年第二季相比的话 净利润是增加了6.76亿 也因此它的每股盈余来到了0.56美元 大幅优于市场预期的0.45美元 背后主要的因素除了来自于租客订房的需求越来越高涨 另外也受惠于公司在云印费用上的控管得宜 而这在当前高通账所引发的各项成本上升的情况当中 尤其难能可贵 另外我们来看看它主要业务上的一个亮点 我们可以发现它在第二季的一个住宿体验预定 是来到了1.03亿个 这是创下了他们在过去单季当中预定数字的历史新高 甚至还比疫情前的2019年第二季高了24个百分点 所以就算现在看起来出国游玩的游客数目没有那么多 但在自己国内的一个旅游住宿 其实数量也是相当惊人 而这一季云运数字的大爆发 让公司这一季的自由现金流来到了7.95亿 这同时也是史上最高的一季 如果你回看到过去12个月 自由现金流甚至累积高达了29亿美元 这显见公司目前的一个流动性是相当的充足 因此公司高层也宣布了 接下来要进行2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同时呢 现在公司对于下一季的营收也是更加的乐观 认为第三季的营收会来到27.8亿到28.8亿之间 这个数字是高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 所以总结下来 Airbnb不管是在营收获利 或者是下一季的持影 看起来都是相当不错 公司对于下一季的营收相对乐观 是由于在第三季往往是旅游出行的传统旺季 第三季的营收平均是高达全年的35个百分点 讲完了财报的重点让我们看一下网民 目前对于Airbnb的看好程度 它从6月中以后随着美股大盘 逐步回升到71% 而这段时间Airbnb的确也反弹不少 虽然跟去年11月的高点相比还是有一大段距离 但随着疫后人们对于出国旅行的需求将进一步的上升 接下来来一场国外的轻旅行甚至自由行 我相信是不少人心中的一个盼望 尽管现在的高通账打压我们的消费 但藉由旅行来释放我们精神上的压力还是必不可少 Gary想想自己上次出国旅行都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最后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Airbnb短线上有没有做多切入的交易机会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Airbnb的股价日线图 你可以发现从6月底开始 股价的一个反弹突破了之前从4月中开始的一个下降趋势线 这是偏多的信号之一 再来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低点在5月底那时候 而后续你可以发现6月和7月那时候都维持在这个低点之下 也就是大概102的位置 但是呢在7月20号之后价格往上突破 那这个我们在技术分析当中会称为所谓的向下假突破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两大偏多的信号之下 如果你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交易者的话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等到价格回测到大概100到101这个位置 如果有起稳的话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在这边有一个短线偏多的一个交易机会 当然之前大概是在125到130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上方的第一个目标价位就是看在这里 OK这边就是我们技术分析的一个部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美股追求线我们来推荐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 也欢迎你不令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